嗨大家好,我是Yuna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這個從西元前2000多年就出現 然後一路吵吵鬧鬧鬧吵鬧吵鬧吵鬧,又繼續吵吵鬧鬧 吵到西元2017年都還沒有吵完的議題 同性戀 就算到了這個每天都有新東西蹦蹦蹦跑出來的年代 人們對於接受不一樣的食物,還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同性戀真的正常嗎? 它是不是某一種精神疾病啊? 如果真的讓同性合法,是不是就會生育率驟降 加速高齡化,降低競爭力 就要導致全人類滅亡 然後就再也不會有爛捕爛殺及環境污染 大自然也會開始恢復生氣,空氣就會更加清新水源更加乾淨 生物恢復以前的多樣性,然後世界就會變得更加的美好 嗯?世界就會變得更加的美好? 除了人類以外,大自然中還有其他物種有同性戀的存在嗎? 答案是有的,而且還不少喔 根據研究指出,截至1999年為止 就在超過500多種動物中,發現有同性戀和雙性戀的存在 2006年挪威奧斯陸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 更是依據兩位知名生物學家Bruce Batchmiel和John Ralph Garden豐厚的研究成果 舉辦了前無古人後來者史上第一個的同性戀動物特展Against Nature 其中展出超過1500多種的同性戀動物生態樣貌 從照片、紋線、模型到標本應有盡有 當然,當時也有許多的反對聲浪 但仍舊有許多民眾狗狗喊喊喊的阿桑喊阿伯 全家一起開開心心的去看展覽 也說是歷史上相當成功的一個大突破呢 雖然今天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把1500多種動物全部介紹完 但還是可以簡單的先去頭去尾 介紹個五大種常見的同性戀動物來讓大家認識認識喔 要開始囉 以下會有部分動物性行為說明 請以健康、學習、自然的眼光觀賞 不懂的地方可以詢問身旁的朋友或是師長 如果他們都說等你長大一點就會懂 別忘了還有Google可以幫你喔 首先我們第一位從櫃子中出來的朋友 就是來自非洲好霸氣、好帥氣又好神器 人稱萬獸之王的獅子 根據研究指出每12.5隻霸氣的公獅之中 就會有一隻即使在異性充足的情況下 也會選擇同性伴侶 他們會一起打獵、互相禮貌 當然也會享受歡愉 或許有人會說 哎呀他們那次在玩啦 我們家的小菜肩貓咪 也會互相齊來齊去啊 但獅子的社會可不像貓貓那麼的簡單 一個獅群中只能有一隻成年公獅子的存在 只便是親兄弟 他們也會為了展現雄威、爭奪領地而大打出手 第三會幫從自己的地盤上驅逐 然後被驅逐的那個獅子就會整天想著要報仇 有天他就會成功的讓他哥哥被牛鱗踩死 還會告訴他的小兒子說 都是因為你沒有你害死你爸爸 讓他小兒子自責的離家 然後 結論就是 兩隻公獅能如此相濡隱默的在一起 跟貓貓的情況應該不太一樣喔 再來第二位從櫃子中出來的 就是優雅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黑天鵝 為什麼會是反派角色呢? 先賣個關子等等再告訴你 說到黑天鵝 大家腦海中有沒有想過電影裡 那塔利波曼和米拉庫尼斯 兩位女生讓人臉紅紅好害羞的對手戲呢? 事實上根據估計 每四對黑天鵝伴侶之中 就會有一對是同性戀 只是他們全都不是LESBIAN 而都是GAY 和英心戀一樣 黑天GAY們總是形影不離互相親熱 不同的是他們沒有辦法獨自生出小孩 那該怎麼辦呢? 方案1 武力靈養法 聖鄰居外出時 直接佔奪別人的房子跟孩子 方案2 戲劇代理孕奴法 假裝和女方談戀愛 組成看似開心的三人家庭 等女方下蛋後 再把女方趕走 將蛋聚為己有 究竟黑天GAY們會選擇哪一個呢? 答案是 因 而而 意 有的會選一 有的會選二 為了孩子 再壞的計謀也使得下去 但這些壞蛋們也是有溫馨的一面 對待好不容易得到的孩子 可都是勢如己出呵護有加 根據統計 黑天GAY家庭的孩子 也遠比一心煉家庭的孩子 容易健康的長大 畢竟兩個爸爸讓戰鬥力up up 不用說同族 連劣勢者都對他們敬畏三分呢 接下來第三位 從櫃子中出來的很優 就是走到哪裡?萌到哪裡? 還主演過各大卡通跟電影的 企鵝 早在連電視都還沒出現的1911年 就有人發現企鵝中也有同性戀 第一個發現者 立刻將這個害人的消息寫進他的報告中 當時的學者們一看 哎呦喂啊 這麼可愛的企鵝怎麼會說出這麼可怕的事呢? 民眾肯定無法接受這件事情 於是學者們就一口同聲的決定 把這份報告壓壓壓壓壓了下來 就連唯一可供研究者查詢的副本 也被翻譯成少少人懂的希臘文 並沒有太多人知道 一直過了將近100年的時間 到2012年才公諸於世 時至今日 動物學家已經發現 許多品種的企鵝中 都有同性戀和雙性戀的存在 其中有阿德利企鵝 巴布亞企鵝 漢布德企鵝 國王企鵝 和等等小故事的主角 南極企鵝 這個著名的故事發生在 1998年紐約中央公園動物園 那裡住著一對可愛的男童之企鵝 的情侶Roy和Celo 他們每天會唱歌散步 遊說玩耍 也會互相摩擦緊迫 表示愛意 這樣的伴侶關係 長達6年之久 期間管理員意外發現 他們試圖孵化一顆像蛋的石頭 於是管理員們就決定 從另一對富裕失敗兩次的夫婦那裡 拿一顆蛋給Roy和Celo試試 很快的小企鵝Tango就孵化出來 並且健健康康的長大 這個溫馨的故事在當時微微轟動 還被畫成知名的繪本 Entango Max 3 過獎武術 期間雖然也有許多的學生和家長 極力的反對這個繪本進入圖書館 但最後美國聯邦法院基於 憲法不容許壓抑思想 判定本繪本應合力存在於圖書館中 並說 如果有一名家長希望阻止他的孩子 閱讀某本特定的書 該名家長應當陪同孩子前往圖書館 而不是阻止其他海狗去閱讀這些 受到憲法保護的書籍 法院大大說得好啊! 倒數第二位要從櫃子中說來的朋友 也是我們海洋中的超可愛 就是聰明又鬼靈精怪的海豚 如果說狗狗是人類陸地上最好的朋友 那海洋中肯定被海豚莫屬 歷史上有許多海豚幫助 或是拯救其他物種的案例 當然也包括人類 在這樣聰明的動物中 有許多品種都有同性戀和雙性戀的存在 像是亞馬遜海豚 大西洋斑點猿海豚 狂王海豚 黑白海豚 還有條文猿海豚 飛旋海豚等等 而牠們的感情也不是彈花一現 據觀察到最久的同治海豚情侶 交往了至少17年之久 海豚的平均壽命也不過才30到40年 照這樣算來 牠們可是相愛了大半輩子呢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牠們除了聰明和情感見證外 牠們也非常懂得享受性愛 除了借用死魚的身體DIY 俗稱粉紅海豚的亞馬遜海豚 也常揪團來場男同治歡愚派對 偶爾也會破例讓一兩隻雌海豚加入 最最最最特別的是 不管牠們玩得再怎麼嗨怎麼ㄎㄧㄤ 牠們都會不分性別的進行 沒有升職能力的超安全性行為 例如愛撫、口交、鋼交或是鼻交 這裡就不多做聰明了啦 我們看聰明會就好 這樣想想就某方面來說 牠們是不是比人類還要聰明呢? 最後我們壓軸登場的朋友 就是與人類DNA相似度高達98%到99.4%的 窩黑猩猩 牠們和黑猩猩看起來很像 但其實很不一樣 最大的不一樣點就在於 幾乎所有的窩黑猩猩 都是雙性戀 沒錯 幾乎都是雙性戀 再更特別的是 牠們非常非常非常的愛好和平 而這個促進和平的方式 絕對讓你大吃一驚 荷蘭靈長類動物學家Francetor發現 如果你這樣一個玩具 放在兩隻窩黑猩猩間 牠們不會像其他原類一樣 發生流血衝突來搶那個玩具 而是會先簡單的來場 猜拳?不對 握手?不是 擁抱?也不是 而是會先簡單的來場 愛愛 愛愛完後 再一起開心的共享玩具 這個方法也是用在其他可能發生衝突的事件上 像是發現新的食物源時 大家就會先來場 不分性別年齡的大群交派對 結束之後 再一起開開心心的分享食物 據統計 握黑猩猩有將近75%的性行為和生殖無關 對牠們來說 性行為除了繁衍後代和享受歡愉外 交迷雙方的緊繃以及轉移注意力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這也是為什麼握黑猩猩之間幾乎沒有階級與爭執 能和平相處的主要原因喔 說了這麼多害羞又新奇的同性戀動物小介紹 也該結束啦 除了剛剛提到的動物以外 世界上還有許許多多被發現或是沒有被發現的同性戀 以及雙性戀動物的存在 雖然比起世界上已知的120萬種生物來說 1500多種同性戀物種 看起來只是個唯一不足道的小數字 但人類發現的物種 其實也不過佔了海洋中的9%和陸地上的14%而已 也就是說我們不知道的還有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請別輕易的為著自己看見的事物 竖起城牆放置武器 最後在動物界的同性戀或雙性戀中 有非常多和異性戀一樣 把彼此當成一生的摯愛 他們沒有因此絕子絕孫或是瀕臨絕種 同族間也不曾有任何歧視或攻擊非異性戀伴侶的行為 或許他們沒有人類的高智商 但對於伴侶選擇這塊 懂得接納、包容與真誠相待 支持婚姻平權 不要剝奪任何人相愛的權利 我們有緣再會囉 掰掰 tables 你們看再見 ấn、拉遠、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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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